纳兰姓德自荣若 我估计如果您要是喜欢中国古代诗词 对这个名字您肯定不会陌生 但您又不喜欢诗词 恐怕有可能就不知道这个人 但是他的父亲 我相信很多老百姓一定会知道 他爸爸叫纳兰明珠 您还记得陈道明演那个《康熙王朝》吗 那里边比较有意思的情节 就有一个当朝两位大臣互相之间党争 一个是索额图一个是明珠 这个明珠全名叫纳兰明珠 他就是纳兰姓德的父亲 这个纳兰明珠是满洲整皇旗人 他家是叶和纳拉市 后来慈禧就跟他们是一家 一个部落人 随着自己的部落人进入到官礼之后 这个纳兰明珠非常聪明 而且是见风使舵 这个本事相当厉害 他还通满汉两种文字 所以在跟随康熙的过程当中 很快平步青云 最后做到兵部赏书 五英殿大学士 太子太师 全情朝野 所以才能跟索额图 形成军事当政 实际上 这就是9年 的 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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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写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打小就在这个环境长大 这个满洲入关的时候 在这前年后 他们非常重视子女教育 那绝不仅仅是说 叫他们马背上个弓箭的这些武功 对他们的文化教育抓得很紧 你看康熙就很重视汉文化 绝不仅仅是发展满文化 乾隆一辈子写那么多诗 到后代我们再看爱心觉罗市里边 出了非常多的书法家绘画大奖 这不是偶然的 就他们皇族和整个满洲的贵族 是非常重视对子女教育 所以这纳兰幸德从小呢 在这个环境长大呢 文之武功方方面面都不错 后来呢 张榜科举考中了进士 直接就到了康熙身边了 从三等侍卫一直到一等侍卫 可以说仕途非常顺畅 飞黄腾挡 他了不起的呢 除了我们说他是清代第一大词人以外呢 他的武功也很高 你想能当康熙身边的一等侍卫 那功夫绝差不了 马上部下都好 所以说这纳兰幸德呢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传奇人物